大家好,我是助教吳江岳 我負責的實驗是Active Resonant Flyback Converter for Energy Harvesting 那這個電路就是將傳統的Flyback Converter 結合Active Resonant電路,應用於列能的系統之中 那適當的選擇列能的系統架構是相當重要的 那其中Flyback Converter因為其架構比較簡單 那設計相對容易 所以被廣泛的應用在低瓦數的列能系統之中 如下圖中的Flyback Converter 它只使用了一個切換開關來控制變壓器能量的儲存與釋放 那通過變壓器將能量從一次測傳輸到二次測 並且利用變壓器一次測與二次測隔離的效果 可以大大增加列能電路的安全性 那在Flyback 電路中 因為變壓器它本身是具有漏電感 那在一次測會產生過大的電壓脈衝 那這個電壓脈衝對於一次測電路元件造成損害 那另外因為漏電感對於能量造成的損失 將使的列能系統的效率降低 所以我們提出了一個解決的方式 就是利用傳統的Flyback Converter 配合Active Reson的電路 那它可以有效的回收變壓器漏電感造成的能量損失 並由Active Reson電路產生的ILC串點斜震 使得變壓器因為漏電感損失的能量 可以回收並且重複的利用 解決漏電感對列能系統造成的能量損失 那如圖中一次測機質電感LM 它旁邊的電路元件就是Active Reson電路 那其中LR就是等效為變壓器漏電感 那C-Clamp為前衛電容 負責吸收漏電感所釋放出來多餘的能量 那藉由控制這個Active Reson電路的NMOS開關 可以完成主動前衛的效果 那接下來講解電路的操作 那Flyback 它是利用下橋NMOS 它的導通與關閉呢 可以產生一個在變壓器一次測 產生一個交流的電流訊號 那可以對變壓器做能量的儲存與釋放 那在第一個步驟 在下橋開關NMOS導通時呢 輸入電壓V-IN會對變壓器一次測機質電感LM充電 那在一次測的電感或者足夠的能量之後呢 下橋開關將會關閉 那當下橋開關關閉之後 變壓器將開始傳遞能量到二次測 也就是二次測將開始產生電流 那流經二極體質輸出 以穩定輸出電壓 下個步驟將進入Active Clamp Reson電路操作 那Flyback 利用下橋開關關閉之後 Active Reson電路開關將被打開 那這個時候漏電感LR儲存的能量呢 將與C Clamp發生串連斜正 那漏電感電流將會經由此Active Reson電路 將漏電感的能量儲存於C Clamp之中 並且在電路斜正的後半段 將能量返還給漏電感 那這個時候漏電感的電流極性會由正轉為負 那會有更多的能量 因為這個負的電流傳遞到二次測 所以呢 獵人的系統利用Active Reson電路 能將變壓器漏電感的能量回收呢 那再利用斜正的後半段再加以利用 那使變壓器二次測得到更多的能量 那這個在漏電感的電流轉為負值的時候 如果這個時候將Active Reson電路的開關關閉 那因為電感電流的連續性呢 Active Reson的路徑被切斷時 電流會改由一次測接地端 那流經VSW點的等效電容CSW 那為了維持住電感電流的連續性 那這個時候可以發現等效電容CSW的電荷 會被這一個從地流上來的電流 這個Loading感電流放電 那使得SW點的VSW點的電壓下降 那下角開關的Drain端將會被放電到0伏特 那這個時候下角開關的Drain-Source端跨壓為0 再將下角開關打開就可以實踐下角開關的0電壓切換 那需要特別注意的是 在這一個負電流對於CSW放電的時候 它的值會慢慢的上升 那最後急性有可能會有負轉為正的 所以我們必須確保在這一個負電流急性由負轉正之前呢 將下角開關導通 否則露電感的能量電流將重新對VSW點的等效電容CSW充電 那使得VSW的電壓重新上升 那一次測的開關跨壓就不會為0伏特 那0電壓的切換就會失敗了 那如果0電壓切換失敗的話 切換損失就會上升 那煉人的效率就會降低 所以利用EPRESON結合Flyback Converter 它避免了變壓器的漏電感所造成的損失 使得煉人系統的效率得以提升 而且將漏電感的能量回收再利用的話 也可以增加變壓器二次測它所得到的能量 進而降低輸出電壓的聯播 因此Flyback結合Active Resonant 將漏電感造成的損失降到最小 對於煉能上是有很大的幫助的 那我的電路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